皇甫窥招脸色一沉 正要施展秘书 突然他神情一顿 飞扑的身形停顿了下来 目光紧紧地看向刚刚那头 握着紫色长边的魔狮 这头魔狮面部浮肿 很多地方皮肤都已经脱落了 露出了下面的暗红色肉质 不过其五官尚算完好 而且组合在一起颇为端正 此刻另一头从另一边扑了过来 巨大魔爪抓现了皇甫窥招 皇甫窥招似乎有些愣神 魔爪临身不到数丈的距离 这才有些狼狈的躲上开来 魁招长老发生了何事 皇甫欲破此刻不知施展了什么秘书 已经将蓝色巨剑 从两头魔尸手中结困了出来 正在和两头魔尸缠斗 眼见皇甫窥招神情有意 急忙扬声问道 是流水皇子及其长老 皇甫窥招看着身前的两头巨大魔尸 口中喃喃自语地说道 他的声音虽然轻 不过还是传到了皇甫欲破的耳中 皇甫欲破闻言身形一阵 目光在皇甫窥招身前的两只魔尸脸上 打亮了几眼 脸色也豁然大变 这两头魔尸虽然体型大变 但其脸型隐隐还能够看出 赫然就是死在了柳家手中的皇甫流水和皇甫齐两人 躲在暗处的柳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 脸上露出了一丝惊骇的神色 摩天前辈 这种事情有可能办到吗 他通过纪念传音联系摩天 问道 魔祖当中有一门天觉魔尸的炼尸秘术 可以将尸体炼制成魔尸 而且尸体生前修为越高 尸体保存得越完整 炼制出的魔尸威力便越大 不过用此秘术 须得用尸体神魂为计 魔尸炼成之后 其神魂会彻底消失 永远失去转世轮回的机会 摩天淡淡地说道 柳明听闻此言 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皇甫奎召和皇甫玉珀 显然也知道天觉魔尸的秘术 脸上暴怒之色 一闪而过 皇甫玉珀张开口喷出了一口精血 融入到了蓝色巨剑之内 玉纸连灰 一道道法掘落在巨剑之上 蓝色巨剑一个盘旋 赫然化为了一条数百丈长的蓝色蛟龙 蓝色蛟龙巨尾一百 两道蓝影一闪 轰轰的两声闷响 当在皇甫玉珀身前的两头魔尸 赫然被抽飞了出去 皇甫玉珀娇和一声 曲折一点 蓝色蛟龙庞大的身形 直扑柳宗阳而去 大口一张 喷出了一道水缸般粗细的蓝色冰眼 柳宗阳看着飞扑而来的蓝色蛟龙 脸色微扁 但手中却突然光芒一闪 多出了一张金光闪闪的浮露 他一把用力捏碎金色浮露 下一刻 一团金芒包裹住了柳宗阳的身体 金光一闪 他的身形一个模糊 消失无踪了 蓝色蛟龙喷出的冰烟 顿时击打在了空处 竟然是大挪移浮露 看来柳家的底牌确实丰厚啊 柳明心底浮现出了摩天的声响 柳明文言眉梢一跳 此浮露不正是他之前在天妖秘境 从奎木尊者手中所获得之物吗 皇甫玉破神情也是一阵 随即目光朝着周围看去 此刻 摩云塔入口不远处的一个小土坡上 人影一闪 柳宗阳的身体 木然浮现而出 他身前赫然正是那个 比较新的墓碑 柳明眼中紫光一闪 几乎瞬间 找到了柳宗阳的身影 脸色顿时一变 此刻 其身前的六角形黑色尸板 已经彻底被黑色灵纹所覆盖 中央处更是亮起了一团漆黑如墨的黑色光团 并随着柳宗阳口中的咒语 如有灵性一般的 掌缩不定 下一刻 柳宗阳目中 凝色一闪 张口喷出了一口鲜血 落在石板之上 同时一仰手 身前浮现出四五颗鸡蛋大小的珠子 赫然正是尸磨珠 鲜血和尸磨珠都落在了黑石板之上 很快融合了进去 尸板木然黑光大放 随即轰然碎裂开来 化为了一团人头大小的黑色光球 散发出浓烈的血腥气和湿气 柳宗阳挥手打出一道黑光 没入黑色光球之内 黑色光球一个模糊 竟摸入了下方的粉肿之中 做完这些 柳宗阳的脸上顿时一松 便在此刻 一道宏大的蓝光从远处激瘦而来 赫然又是一道蓝色冰眼 半空之中 黄浮玉珠操控着巨大的蓝色蛟龙 张牙舞爪地飞扑过来 柳宗阳的墓中飞快地飘了一眼身旁的粉肿 眉头微皱 随即他猛然虚空一抓 木然手中黑光闪动 一块幽黑的盾牌浮现在了手中 随着其口中急促的咒语声响起 盾牌微微一晃下 就迎风暴涨了十余位 挡在了粉肿之前 表面黑色符纹流转不定 轰的一声闷响 蓝色冰眼轰击在了摸面盾牌之上 盾面先是蓝光寒霜一起 随之呲啦一声 寒霜化作为层层的蓝色冰晶 飞快地蔓延开来 转眼间便覆盖了大半个盾牌 黑色磨面盾牌被这蓝色冰晶覆盖之后 表面的黑光流转速度顿时大减 和柳宗阳的心神联系 似乎也飞快地减弱 柳宗阳脸色一变 手掌立刻贴在了摸面盾牌之上 口中念念有词 体内法力源源不绝地涌入了盾牌之内 摸面盾牌黑光立刻一亮 大片黑色霞光如有灵性一般的 将上面的蓝色冰晶包裹住 蓝色冰晶的蔓延速度立刻减缓了很多 不过为等柳宗阳松一口气 头顶一按 那条蓝色蛟龙已经飞扑了过来 一只巨大无比的龙爪一探而出 朝着柳宗阳当头抓下 龙爪之上击射出五刀 伸缩不定的蓝色精芒 所过之处 虚空也浮现出了一条道黑线 柳宗阳眼中飞快地闪过一阵犹豫之色 随即其目光一冷 两手车轮般地打出一道道法掘 摸入摸面盾牌之内 摸面盾牌黑光一亮 爆 柳宗阳口中大喝一声 摸面盾牌一颤之下 猛地发出刺目的黑光 黑光中爆发出大片的黑色符纹 随即在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下 盾牌直接爆裂开来 一团黑亮的巨大光球 在粉肿上空浮现而出 随即轰然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蓝色蛟龙的巨爪首当其冲 被爆裂产生的风暴卷入了其中 立刻摧骨拉朽一般地泯灭无踪 巨大的黑色漆浪甚至将蓝色蛟龙巨大的身躯 也冲击地倒飞了出去 好一会儿才稳住身体 那黑色盾牌看起来是一件品质很高的魔宝 在柳宗阳催动自爆之下 威力自然极其的惊人 而柳宗阳却早在蒙面盾牌自爆之前 便远远躲开了 没有受到牵连 可是诡异的是 下方的坟种距离爆炸颇近 但是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似乎惊人的黑色气浪 一触及的坟种 却只是黑光一闪 就被硬生生地一坛而开 柳宗阳看到此景 脸上闪过了一丝喜色 黄浮玉破的周身 被一个蓝色光照所覆盖 身形飞会倒退之下 在数十丈开外的半空中 坎坎稳住了身体 随即娇和一声 树道法掘 没入蓝色蛟龙的身上 再次凝出了一只巨爪 接着蓝色蛟龙发出了一身龙吟 再次向着柳宗阳谱去 这飞剑化形的秘术 威力固然不小 但也是非常消耗法力的 以他此刻被压制的修为 也无法支撑太久 柳宗阳却灭色丝毫不慌 身形一晃 朝着远处飞顿而去 同时他一仰手 似乎到灰色锐芒 从他袖中飞射而出 带着连窜的残影 朝着黄浮玉破的方向 积射而去 黄浮玉破手中法掘一点纸 蛟龙大口一张 双目凶芒闪烁下 口中再次喷出一团团的 蓝色寒气 那几道锐芒被蓝色寒气 所笼罩 顿时被蓝色寒冰冻结 的确是几枚狭长的飞刀 好厉害的寒气 摩天前辈 你可知这寒气 名为何物吗 柳宗阳从刚刚开始 便数次见到黄浮玉破的蓝色寒气 速度见功 威力之大 远胜他以前见过的几种厉害的寒气 口中不由的 颇为好奇 此乃是那黄浮长老的 潜离寒厌 据说乃是传承上古的一种寒气 威力自然非同小觑 摩天淡淡地说道 柳明文言点了眼头 他旁边的欧阳明 一看到柳家和黄浮世家大大出手 心中暗暗地高兴 到了此刻 眼见几位通寒大能交手的情况 心中已经隐隐地 生出了几分后怕之色 这几个通寒大能 身为万摩大陆最顶尖家族的最高实力者 法力之深厚 宝物之精妙 都远远在他之上 即便他八荒反魔宫的威力也是不小 恐怕若是让其和这几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交手 恐怕仍是有败无胜的结局 想到此处 欧阳明不由地 钦佩地看了身旁的柳明一眼 柳明之前 能够跃及击杀高鹤眼 这个通寒大能 可不只是运气那么简单了 由不得他不佩服 皇甫欲破冻结了柳宗阳的极柄飞刀后 美毛一皱 没有去追逐柳宗阳 而是落在了下面的低矮的粉种之上 刚刚柳宗阳处心积虑地做出一系列古怪举动 似乎都是为了这个粉种 看起来其中必有蹊跷 一念及此 他挥手打出了一道法诀 蓝色蛟龙身形木人往下一斧 大口一张 再次喷出了一道粗大的蓝色冰眼 朝着下面的低矮分种 气势汹汹地飞射而去 紧接着 他沾口喷出了一口精气 落在蓝色蛟龙之上 蓝色蛟龙嘀吼一声 龙头之上眼睛之处 燃起两点蓝色的冰眼 喷出的冰柱立刻粗大了几分 便在此刻一边凸起 地面猛然地剧烈晃动了一下 附近的地面 一下子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裂缝从粉种之上蔓延而过 将只蓝腰砍断 接着 一声低沉的吼声 从地面的深处传了出来 声音低沉悠碎 仿佛从九幽之中传出来一样 一入耳中 周围的人 不管是皇甫欲破 还是皇甫魁招 甚至远处的龙家 孔祥士家之人 脸色都是一变 不知为何 所有人的心中 都泛起了一阵寒意 当即面色大变地 纷纷停下了手 各自往后退了开来 刘宗阳眼见此景 脸上却是大喜 立刻停止了后退的身形 地面继续剧烈晃动了一下 粉种之上的裂缝 猛地冒出了一股淡淡的金色雾气 一只巨大无比 表面覆盖淡金色鳞甲的手掌 从里面伸了出来 赫然一把抓住了 及时而下的粗大蓝色冰眼 一声催响 蓝色冰眼竟被其一把握碎了 化作漫天冰眼的四散飘落开来 皇甫欲破此刻的脸上 已经恢复了平常 眼见此景不惊反喜 口中念念有词 面容上浮现出了一层蓝色的金光 挥手连连打出法掘 四散飘落的蓝色冰眼 突然停在了半空 随即纷纷倒射而回 化为一朵朵巴掌大脚的蓝色冰花 上下舞动 将金色巨掌包裹在里面 金色巨掌上 立刻被一层层厚厚的蓝色冰晶冻结 非但如此 这些蓝色冰晶还向着下方 飞快地蔓延而去 眨眼之间 分种连同附近的数百丈的范围内 都被覆盖了一层蓝色冰晶 地面之下的晃动也停止了 似乎也被冻结了一样 皇甫欲破的脸上蓝光消散开来 脸色一阵苍白 刚刚催动的秘书 消耗了其不少的法力 不过对于这个结果 他的脸上更多的还是喜色 躲在远处的柳明 眼见这一连串的变故 漠然神色大变 原来如此 想不到柳家之人 竟然还留有这等后手 柳明体内 摩天喃喃地说道 摩天前辈 你知道那金色手臂是什么东西 柳明脸色已惊 急忙心神询问摩天 是什么东西 稍后你自己便能够看见了 先不说这个了 你们现在立刻远离一些 你的这个图腾秘书虽然精妙 但是难保不会被那东西看穿 摩天对柳明说道 柳明文言已惊 二话不说的以拉欧阳明 悄无声息地朝着远处飞去 只飞出了数百丈 才停了下来 感谢收听 摩天记